我小时候爸爸就叫我小红拳 就是如果同等的身材 我就一定打 绝对能打倒他 四十几年前五十年前 我自己一边在学校 也是可怜的 练功练功 给红金宝积富 给红金宝积富 你那时候打不过红金宝吗 打得过他也不能打 打他是叫做 什么 叫做七师灭祖 他是师兄 大大师兄 他在这儿我在这儿 那下面还有二三四五六 我在很后 我还在圆奎圆滑的后面 他是 他是一个 傅霸王 傅霸王 红金宝就是霸王 他是从头到尾让我欺负的人 我们合作了那么多年 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老 都是一种感觉 永远修他 你要给他 面 你也当着那么多人 你也感到他 对啊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比他厉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